我们知道黑胶唱片不同版本的声音是不一样的 有好有坏 某一个版本声音可以好些或者差些 我在这里想讲一讲艺声唱片和中国唱片 不同版本的声音差别 其他牌子的唱片 特别是西方古典乐的唱片 很多人都有讲过 首先讲艺声唱片 艺声唱片早期的出版是以10寸的唱片出现的 我拿江南春早这个唱片作为一个例子 江南春早这个唱片 先以编号ATC32510寸这个版本出现 之后再以12寸的唱片编号COL3199出版发行 通常早版的唱片比后期版的声音是更加好的 艺声唱片都不例外 10寸的唱片比后期出的12寸唱片声音是更加好的 我们现在来听一听 这两个唱片声音有什么分别 首先先听一听10寸ATC325这个版本 也以江南春早这个小提琴独奏曲来作比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着我们现在来听12寸版本 COL3199的声音是如何 我们现在好听到 我们都知道艺声唱片 其实是将中国唱片的录音 在香港发行 江南春祖 中国唱片的编号是M584 现在我们听一听 中国唱片这个版本的声音是什么 中国唱片 希望这条短片 令大家对唱片版本不同声音 有多点了解